好同学那门窗设计要从这一块开始 我们现在点这一块 然后它这里没有线是不行的 你要补一条线将它区隔开来 好那我们现在点这里 然后再点一条 好然后把左边这一片呢 扣出去做会比较方便 同学呢点这一片 然后怎么扣出去做呢 你只要点了Ctrl按住 它就会多一个不要歪掉 好那这一片就是我们 要做门窗的素材 好那一个门一个窗嘛 接着这个再Ctrl按住 再复制另外一个 这样就有两片了 好那接着我们的门呢 就顶到最上面高度 那同学呢你先用这个卷尺工具画一半 我们现在不知道多少的话 同学可以这样量测 它这有一个尺寸 同学可以量一下 假设这是232 那假设我们先给它画个中线好了 好到终点 然后门宽的话 假设我们设为120 120的话就割60 好那门的总高度不会到那么高 大概是210就好 好门总高度是这样 那我们这里呢就可以继续去隔开了 好接下来我们去画出一个矩形 好同学呢偏移出门框 这个大概给5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的线要补起来 我们先把门做出来 好接着利用橡皮擦 把这个线拿掉 它就变一个摸 好那我们的那个门的形状呢 就有了 暂时先抓到这里 好我们这里好之后 同学呢就把该删的东西全部删掉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线 隔起来然后用橡皮擦把这个擦掉 好然后接着把这个复制一下 好然后呢 把这个删除 好推个5公分 好那这里上面这个门呢 就是做出几次的偏移就可以了 好譬如说20 15 好这样门就有层次了嘛 那做完之后呢 就是再把他一直内推 好 好假设这个给3 这个往后3 那就是可以做出一个立体的门架构 接着群组之后装上去就好 群组 然后这个下面要群组 点3下就是群组嘛 然后我们把它做个组装 组装就是用移动 选这个角到这个角 好这样就OK了 我们的门呢就做好 等一下准备就可以装上去 等一下再做窗户 好现在画面先还给同学 那窗户的话做法跟门很像喔 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开始 先把左右的范围限制出来 来 这都有随便喔 譬如说给他一个 30 30 接着从下面上去210 然后再从这里下来喔 你看你窗高有多少 这个时候我们评估一下喔 譬如说到120 好那窗户就格出来了 接着再把这个往内 到一半的位置 好那接着呢 我们把窗户的格子喔 继续格 假设这个是25 好通常看到目前的窗户的长相就是这样子 接着我们开始画形状 好窗户已经完成了 接着把多的线条用橡皮擦擦掉 好同学再用偏移指令把它偏进去 好那假设这个给3 好通常看到窗户的形状已经出现 接着再用橡皮擦把它擦掉 好然后把这个推出想要的厚度 好譬如说我们这个窗户呢 也是厚一点好了 10 然后再把中间这页面全部砍掉 好 同学我看到窗框了 完整的窗框已经出现 那玻璃要做之后再做就好 同学把它群组一下 好接着同学呢把它填充进去 我们现在这个都一起群组 这个跟这个一起群组 好然后把这个中线定好之后就可以搬家了 这个中线定到这个中间的位置 然后把门先移过去 然后把门先移过去 同学选到背后的终点喔 移到这个地方 然后把这个窗户也适移过去 好那同学我们现在因为 这里需要一个210的线 所以再把210的线补上 不然你不知道移到哪里去 210 然后搭配终点 我们抓上面好了 上面这里比较好对位 这里 好不管你设计的厚度多少 就是把它往后退到麦袋里面 那我们现在再往后退一点 不过呢 先要把它四周围挖空才可以往后退 我们现在来画一个造型 然后这个画个造型 好暂时坐到这里喔 我们把外框线的造型都描出来了 好同学我们现在试着喔 要把那个 门装进去 同学呢就点这个地方 任何东西都会有终点喔 你就找到终点 这里不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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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移动 锁到这个地方来 锁到这个地方来 好锁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准备挖个洞 画个大矩形 描在它的表面 按删除之后 你看门就组装上去了 同学看到 窗户也是一样 窗户呢 你先把它往后退 看这里多厚 好那补个矩形 把它删掉就完成任务喔 所以这里并没有太大的难度 好同学呢 描完之后 同学呢按下这个 删除键 你的窗户就马上组装好了 所以这个非常快 好 所以我们门窗呢 就制作好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进度喔 大概这个别墅的制作 就暂时做到这里喔 当然后续一些细节 还可以再补上 这些大 那个 课病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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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